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关于存在基金的计算 啥叫存在基金的计算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欠你五十万 欠你五十万 五年之后归还 那现在呢 我想 哎呀五年之后 让我一下拿出五十万 拿不出来 哎呀对我的压力太大 那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这样想 现在呢 我往银行 每年年末存一笔资金 到第五年年末的时候呢 从银行取出本利盒五十万来还给你 那问题是 我现在往银行 每年年末都存入 总共存五次 那是不是每次都得存十万呢 也同学说是 哪位同学说是啊 说是了同学站起来啊 当然不是 为啥 我第一年年末存入银行 第二年年末存入银行 那都有利息产生了 所以均摊下来 我每一年存入的 那一定比十万要少一些 那到底是多少呢 看下面这个图 先我们知道 未来要还的这个资金 这是已知产量 而下面这个年金 这是未知产量 就是为了以后还钱 现在我们等额的存入资金 这就叫做常债基金 所以它的一个基本输入是 已知终止求它的年金 当然这个算量也好算 对吧 我们前面呢曾经谈到 年金终止 等于年金再乘一个年金终止系数 再乘以一加i的n次方 再减去1 再出一个i 现在你把这个式子变形一下 不就行了吗 年金位置参量 中指已知参量 所以稍微一变形 觉得到这个式子 那么对于我们的年金终止系数的倒数 我们称之为常债基金系数 它如何表示 这样也表示 现在这个表示规则 同学们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已知终止 再求它的一个年金 这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下面的这道题 看下面这道题 如果想在第五年年末 获得资金2000万 每年投入的金额相等 年付利率10% 这每年年末投入多少 好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现金流量图 为什么要画现金流量图 因为涉及到年金终止的一个换算 终止要看尾样 临时年 12345 他说 每年年末投入多少 那每年年末投入多少 第一年年末 第二年年末 第三年年末 第四年年末 第五年年末 第五年年末这个时候呢 就要获得2000万 这显然是个终止 下面呢 是年金 你怎么劣势都可以 当然 我还是建议同学们呢 和前面的年金终止啊 结合起来 你就把这个年金 就设成一个位置参量 A杯 所以A再乘一个年金终止系数 1再加上 它的一个利率 10% 7数呢 是57 5四方再减1 再出一个10% 就等于1 等于1 它的终止 它的终止是2000万 好了 你这样一列 这样一列 只计一个系数 不就行了吗 那这时候呢 减一个方程 就行了 好 这个前面的思路呢 统一起来 但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可以直接用 那你一看 最后一期的年金 和这个终止点 那是重合的 所以直接用这个公式 那当然说 不行了 我学了新内容 不用新诸实 我有点过不去 那第二种方法 对于这个年金来讲 就等于 它的终止2000 再乘一个 常债基金系数为 常债基金系数 就是前面 年金终止系数的倒数 所以再乘一个 10%作为它的分子 分母呢 1加10%的五四方 再减一 那行了 好了 这是我们 这道价材立体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设计了六种 关于等值的计算 基本上 也就交调的差不多了 我们进行一个 小小的复习 首先进行思路的复习 好 那第一个方面 是一次之复 我们谈及了 一次之复的中词 和一次之复的现实 那如果说 以思限制求中词 我们用的是 复利中值系数 对吧 那么 以思中值求现实 作为复利中值的 一个逆运算 那我们用的是 复利限制系数 这两者 互逆运算 好 这一次之复 好 首先 以思年金求现实 这是年金限制的计算 以思年金求现实 那么 以思相对应的逆运算 那就是 等额资金回溯的计算 那是 以思限制求年金 那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 那么对这一块来讲 那是 以思年金 和中值之间的关系 以思年金求中值 这是年金中值的计算 好 那么 以思中值求年金 这是常在基金的计算 那么设计到 年金中值和年金限制的换算 要注意下 八个字 中值看尾 中值看右 限制 限制就看头 要直接用公式来进行计算的话 那就必须是 中值点 和最后期的年金 发生死点 是重合的 那么 限制点 一定在第一期年金的前一期 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直接用年金中值系数 直接用年金限制系数 好了 这是他们之间的几个关系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关于系数的一个对比 系数的一个记忆 系数要记住 首先 疑似之负 疑似之负呢 涉及到中值系数 涉及到限制系数 好了 中值系数 一加i的n次方 限制系数 一加i的负n次方 这两者互为逆计算 系数之间互为倒数关系 好了 这是 这两个系数 下面年金之负 那么年金之负 它的一个中值系数 和限制系数 那你一看 总结规律 总结规律 它的分母 都是利率 它的分子 分子要注意 涉及到分子 一次之负的中值系数 1加i的n次方 那么涉及到年金中值系数 就把1加i的n次方 放到下面来 和1做个差 负利限制系数 1加i的负n次方 那么对于年金限制系数 那把它拿下来 同样和1做个差 就行了 好 这是它们的分子 注意一下 这些系数 都是大于0的 系数 没有小于0的 系数 只能是正数 不可能是负数 好了 这是我们涉及到 等值的换算 那么接下来 还有第三个小问题 关于民意利率 和有效利率 做两者之间的换算 那涉及到民意利率 和有效利率的换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面的表述 下面的表述 在负利计算当中 利率周期 通常以年为单位 可以与记忆周期相同 也可以不相同 当利率周期 与记忆周期 卑视的时候 就出现了民意利率 和有效利率的概念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的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通常说的这个利率 都是年利率 比如说 有个同学有私房钱 没有放在家里面的城底下 放在哪儿 放在余妖宝当中 好 放在余妖宝当中 你打开余妖宝 这个年化利率3% 是每天的收益 都是3%吗 因为我想的太美 它是年收益3%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情况下 谈到利率 银行的贷款利率 三年期的贷款利率 有多少 五年期的贷款利率有多少 往往都指的是年利率 所以 这一年 通常就是一个利率周期 那么继续周期 那可能和利率周期相同 一年咱们继续一次 那也有可能不相同 有可能是一个月继续一次 比如说你们家的房贷 那不就一个月继续一次吗 好了 那如果说利率周期 和继续周期不一样 这时候 就产生了民意利率 和有效利率 这个概念 下面我们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两个例子到底如何换算 好 假设 假设现在 你买房 找银行贷款 银行你看 哟 你们家三五套房了 还买啊 哎呀 你说没办法 有钱就任性 我想买 好了 那银行就说 找我贷款行了 你房子太多 那利率也比较高 这样 给你的房贷的利率 百分之十二 首先 这个百分之十二 是年利率 没做特殊说明 那都是年利率 好了 并且呢 是每个月继息一次 每月继息一次 每月继息一次 然后 每年支付一次利息 每年支付利息 好 那 你说接受 你带了一百万 来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概念 首先 这个百分之十二 我们把它叫做民意利率 民意上 白纸黑字 借款合同上 写的利率 把它叫做民意利率 好 接下来 每个月继息一次 那么 每个月 每月 这就是一个继息周期 这是一个继息周期 当然 前面的每一年啊 这个百分之十二 这个民意利率 那 它的一个利率周期 就是一年 利率周期 是一年 好 利率周期 一年的时间 继息周期 咱一个月继息一次 好 继息周期 每月 那么 接下来 每年 咱们 每年呢 支付一次利息 好 下面 我们看一下 每个继息周期的利率 是多少 继息周期的利率 是多少呢 继息周期的利率 那就是一个月的利率 到底是多少 全年的利率 是百分之十二 那一个月的利率 收到啥 同学们掐子一算 一个月的利率 不是百分之十二 再除以十二 就等于百分之一吗 对吧 恭喜你 算正确了 好了 这继息周期的利率 往下走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有效利率 怎么算 对于有效利率的计算 这个有效利率 有的时候呢 又叫做实际利率 有的时候 又叫做实际利率 它如何计算呢 那就是 以一年 作为一个利率周期 以一年 实际支付的利息 再数一个本金倍 那实际支付的利息 不就是十二万吗 那可真不是十二万 你们想想 每个月计息一次 每个月产生利息 那不会产生利滚利 利息利的情况吗 当然会产生 好了 来 把前面的相关数值用起来 别打磕税用起来 好 请问 那么一年下来 我们的本利合适多少 本利合适多少 那不就是 本金一百万 再乘以 一加上 一个继续周期的利率 是百分之一 然后来个十二次方吗 这么就是 每个月咱滚一次 按照百分之一的利率来滚 那滚滚滚滚到十二次 一年利滚利滚到十二次 对吧 就是一年下来的本利合 有了这个本利合 再减去本金一百 这么就是 多出来的这部分就利息吗 一年 咱们真正支付的利息 应该是这么多 好了 一年支付这么多的利息 再除以我们的本金一百万 这啥 这就是一年 我们实际承担的利率 就是这个地方的有效利率 好 就这样算出来了 当然 对于这个式子来讲 我们可以经过简化 这个地方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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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约掉 这个呢 减一 所以减快以后呢 就等于一加上百分之一 得十二次方 再减一 那 现在我们可以 给它总结一下 一 再加上 百分之一是什么 百分之一 这是一个 季息 周期利率 季息周期利率 好 百分之一 然后这个十二是什么呀 十二是 季息周期数 一年十二个月 十二个季息周期 季息周期数 再减一 这个公式就出来了 这个公式必须 一定 务必要 予以掌握 好了 那么 有了这个基本的推导 我往这边走一走 你们看看 有了这个基本的推导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相关表述 教材的相关表述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民意利率 民意利率 是指 季息周期利率 I 再乘一个 利率周期内的一个 季息周期数M 所得到的一个 利率周期的利率 哎呀 你看这个表述 绕过来 又绕过去 根据刚才的例子 我们说 民意利率是12% 计算出来的 季息周期利率 一个月的利率 是1% 1%再乘以 再乘以 你这个利率周期里面 有多少个季息周期啊 一年就有12个月啊 12个季息周期 1% 乘以12% 那不就等于前面的12%吗 说的就这个事儿 所以 年民意利率 等于季息周期利率 再乘一个季息周期数 就行了 好 下面 有效利率 有效利率 是指在资金 在季息当中 发生的一种实际利率 包括季息周期的有效利率 和利率周期的有效利率两种 好了 对于这两种利率 我们结合前面的利率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 刚才我们说 在前面的利率当中 一个季息周期 是一个月 是一个月 好了 在这一个月当中 在这一个月当中 我们就看这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当中 会产生利滚利 利是利吗 不会 在这一个月当中 我们过了一个月就季息一次 那中间不可能再产生利息啊 所以季息周期一个月 它的利率 1% 既是它的民意利率 也是它的有效利率 好 这个事儿呢 朋友们不太好理解 我现在呢 就以一年为例吧 比如说 12%的年利率 一年季息一次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会产生利滚利吗 在这一年当中 不可能产生利滚利啊 所以 在一个季息周期内 不会产生利滚利 一个季息周期的利率 季息民意利率 也是有效利率 他有说 对于利率周期利率来说 刚才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一个利率周期4亿年 默认一个利率周期4亿年 当然有特殊强调 我们特殊强调在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可能产生利滚利的情况 是吧 按照刚才的公式来进行计算 好 看下面的表数 那么 季息周期的有效利率 实际上 就等于 刚才的年 民意利率12% 再除以季息周期数 12个月 那就等于1% 对吧 即使 季息周期的民意利率 也是季息周期的 有效利率 好 下面 下面 看一下利率周期的 有效利率 它哪个计算公式 下面这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推导 好了 那是1 再加上 年民意利率 再除一个季息周期数 所以这一部分 是季息周期利率 这部分季息周期利率 再来个m次方 再减去1 这就行了 这个公式 我们前面推导过呀 千万不要把前面的内容忘了 这必须 务必 一定要记下来 好了 下面 给同学们出道题 出两道题吧 出两道题 第一道题 假设 有个投资者 有资金五千万 那么 投入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 每个季度 注意 我说的是每个季度 每个季度 给他 五十万的收益 那请问 他的一个年实际的收益率是多少 年实际的收益率 实际上就是年实际的利率是多少 好了 有同学说 嗯 这好算 那 每个季度 能回来五十万 投资的资金是五千万 那不就是百分之一吗 收益率百分之一 所以直接在这个公式 一加百分之一 诶 每个季度 总共全年四个季度嘛 再数以四 来个四十方减一 对吗 说对的同学 面秘失误 不对呀 为啥 咱们这一部分算出来 就是一个季息周期利率啊 现在我告诉你 一个季度 一个季息周期 他的收益率 已经是百分之一了 你还 死板印他这个公式干嘛呀 理解啊 一加上百分之一 来个四十方 然后减一 这就对了 第二题 第二题 假设 年民意利率 是百分之二 年民意利率百分之二 好了 每个季度 继续一次 每个季度继续一次 一个季息周期 一个季度 那问 问的是 半年的有效利率 这个时候 他的利率周期 是半年了 不是一年 怎么算呢 一再加上 百分之十二 再数以四 得到 一个季息周期 一个季度的利率 百分之三 这样呢 括号里面的部分解决 来 同学们告诉我 现在这个指数 应该是多少 一年不是四个季度吗 指数为四啊 这个地方是m 这个地方也是m吗 不对呀 我问的是 半年的有效利率 半年有几个季度 有两个季度 利滚利 只有两次 所以这个地方 来个二 再减一 对吧 所以啊 这个公式啊 放在那儿 最为重要的是 理解思路 要会运用 走 看下面 这道单项选择题 假设年 民意利率是百分之五 继续周期 为一个季度 则年 有效率是多少 考试啊 通常考得比较简单 那对这道题目来讲 直接代工事呗 严明意利率是百分之五 一个季度 咱们继续一次 所以一个季度是一个继续周期 继续周期的利率 百分之五 再除以四 是吧 一 再加上继续周期的利率 然后一个利率周期 包含了四个继续周期 来个四十方 减一 拿出计算器 一按 有了 正解答案 决策写上C 百分之五点零九 看下面这道单项选题 下面这道题 某项两年期的借款 年民利率百分之十二 按G 复利即息 那请问 该借款的G 有效利率收到啥 好了 现在按G 复利即息 说明一个G 周期 那就是一个季度 他又问 G的有效利率是多少 在一个G 周期里面 它的一个 民意利率 和有效利率 是相等的 所以 这道题的正解答案 百分之十二 再除以四 等于百分之三 这个百分之三 既是一个季度 的民意利率 也是一个季度 的有效利率 正解答案 选择选 选项A 小田说 难道 这道题 不能用刚才的计算公式吗 可以 我们把刚才的计算公式 拿出来 一 再加上 它的一个 民意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再除以四 得到一个 G7周期的利率 百分之三 哎 同学们想想 对于一个G7周期来说 它能够利过利 能够复利多少次啊 那 完成一个G7周期 我们复利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 指数 那应该是一 或者说 它就只有一个G7周期 那我们 完成一个G7周期呢 复利一次 而指数为一 然后再减一 这不就行了吗 这也算 还是百分之三 正义答案 选A 行了 往下走 根据刚才的计算公式 我们来总结一些规律 看下面这个表 假设年民意利率 都是百分之十 下面 我们把它的G7周期啊 或者说这个G7期啊 给它发生改变 那么G7期是 年半年纪月日 来看一下 它们那个年有效利率 到底是多少 好了 如果这个G7期为一年 我们来计算 它的一个年有效利率 一再加上百分之十 再除以一 来个一次方减一 那百分之十啊 那如果是半年呢 半年 一加上百分之十 再除以二 来个二次方减一 百分之十点二五 那如果是每天呢 每天作为一个G7期 一再加上百分之十 再除以三百六十五 得到每天的民意利率 然后呢 来个三百六十五四方 然后减一 得到百分之十点五一 好 这样呢 都用前面的公式 可以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 找规律啊 在年民意利率 都是百分之十的情况下 随着这个G7期 逐渐逐渐的缩短 G7周期数 逐渐逐渐的增加 你会发现 它的年有效利率 会逐渐逐渐的增加 为啥呢 道理很简单 你的G7少了 G7的次数多了 我们利滚利的效果 就越强了 那利滚利 这个次数就越多 那负利的效果就越强 所以年有效利率 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下面这个结论 在民意利率一定的情况下 每年G7期数M越多 那么年有效利率 和民意利率之间 差距就越来越大 好 我们看下面 再到多项选择题 多项题 某企业从银行 接入一笔 一年期的短期借款 年利率12% 按月负利即算 关于该项借款 利率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用 想A 利率为连续复利 错 为间断复利 因为 每两四季算利息 有时间间隔 有一个月 相比 年有效利率是12% 有效利率是多少啊 年有效利率 1加上12% 除以12 来个12次方减1啊 这是年有效利率 所以它一定不等于12% 那么月有效利率 那一个月是一个季息周期 一个季息周期 有效利率 1% 民意利率 1% 这对的 在一个季息周期里面 它的有效利率和民意利 都相等 都等于年民意利率 是一个季息周期数 那么季度的有效利率 大于3% 季度的有效利率怎么算 1 再加上 一个季息周期利率 那12% 再除以12 一个月的季息周期利率 1% 好 一个季度 三个月 我们力滚力三次 所以来个三次方 再减1 那计算出来 一定大于3% 所以选一正确 这道题 正解答案 C D E 做 就行了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节 关于资金的时间价值 就谈到此 那么有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些基础性的内容 我们可以进行 具体方案指标的计算 进行方案的决策 所以这一节 为我们的第二节 投资方案的经济效果的评价 打下基础 必须要搞定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节 也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